宜蘭冬季多雨 三星萬富國小校門口 這一處三角形的空間 是雪桶下車的接送區 雨天時雪桶必須要撐傘進入教室 不然就是乾脆淋雨快步奔跑進到校園 容易滑倒受傷 相當的危險 為此校方極力來爭取設置 風雨走廊 機車跟汽車接送的比例最高 我檢報裡面有提到大概佔了65人 那已經佔了76人裡面的85% 那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時候 那更多的幾乎都是接送比較多 如果它停車的空間可以長一點的話 甚至我們如果校外教學 那個遊覽車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都可以在這個風雨 這個風雨廊道這個區域裡面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集合的地點 然後上下車也比較方便 我們宜蘭縣有關於風雨廊道的案件 我大概查了一下 從高中到國中小 大概這三年大概有 將近快4000萬的補助 那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宜蘭縣最欠缺的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家長接送區的一個廊道 好的一個建設 那在這當中大概這 這三年當中大概有7個學校 獲得這樣的補助 利用這個三角形的這樣的一個 家長車子到了之後 小朋友下車之後 就不用再去奔跑 過淋雨到了那個校區 這個是其實對學校 非常有很大的幫助 這塊佔地200多平方公尺的 三角形學童接送區 司座風雨走廊 經費蓋估需要294萬元 立委陳婉慧 專程邀請教育部官員前來會看 期望教育部協助加速推動 謹速邀請委外專業團隊前來評估 視察 針對屬於永續校園的萬富國小 該如何規劃設計 風雨走廊 以及申請雜項執照等等 給予必要的協助 我們就是會跟這個專業團隊 趕快來到學校來 做一個專業的一個評估 那評估完之後 趕快就是也是 一安線建設處這邊 看看相關的這個 執照是不是要去申請 然後請這個教育處 這邊再幫忙送到部裡面 好不好 這個程序走完之後 我想我們還是可以 繼續來做一個推動 推進跟追跟追的部分 而教育部的官員也隱落 會持續與縣府這邊 聯繫合作 早日促成萬富國小 風雨走廊的設置 避免風吹雨淋 以確保學童 上下車的接送安全 一蘭新聞記者14名 採訪報導